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来聊聊最虐心的动漫人物 早川秋 他为什么总是留着一撮小辫子 打雪仗的场景又想表达什么含义 秋这个名字 竟然出自俄国制造的步枪 AK-47 这部影片除了会解析各种细节 也会带大家看早川秋这个人物 动人的心境转折与改变 那影片涉及超大量的剧透 还请斟酌观看 早川秋是炼剧人中 最像一般动漫角色的人物 家人被最强反派杀害 从此踏上复仇的道路 那冷漠高傲一生追求手刃敌人 在其他动漫这样的人物 也是多到数不胜数 究竟早川秋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竟然成为炼剧人中 人气投票第一名的角色 被称为精神病的作者藤本树 最终也给他所有漫画主角 有史以来最惨的结局 首先秋这个名字 在日文是Aki 作者曾经在访谈中 说出这个名字的由来 那就是出自俄国制造 通常是帮派组织持有的步枪 AK-47 看到这就不得不吐槽 被称为精神病的藤本树 那心狠手辣病态的取名方式 秋从小出生于被害到 一个圆满的家庭 比起主角电质简直幸福至极 他与弟弟玩起雪杖 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 其实在动画中 与漫画相比 新增了一个原创的画面 那就是从雪地中 生长出福寿草 这个植物的花语 除了是永远的幸福 更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含义 悲伤的记忆 这也彻底暗示了秋的人生转变 当秋担心弟弟 因为手指冻伤会加重病情 要他回去拿棒球手套 再来一起玩 这仅仅只是对于弟弟的体贴 却成为秋与家人的最后一面 枪支恶魔登陆日本的短短数秒内 造成了五万多人死亡 秋的家人不止被杀 同时人生也彻底粉碎 就像片头曲中 秋的肩上有厚重的雪堆 他所背负的仇恨 始终不会随着时间融化 人生也仿佛停留在 与弟弟打雪上的那一刻 三年后秋成为了一名恶魔猎人 与狐狸和诅咒恶魔定下契约 我们能够看见 使用狐狸恶魔的能力时 秋被夺走了身体的一部分皮肤 我们难以想象 他被夺走皮肤的剧痛 不过从他这个痛苦的表情来看 我们就能知道 被踢淡淡还是比较痛 顺带提秋总是留着小辫子 就是因为狐狸恶魔特别喜欢那一戳 所以就是秋想要留着 作为使用能力的代价 另一个恶魔则是卡斯 也就是诅咒恶魔 用钉子刺中敌人并且开始刀鼠 数到零的那一刻 对手必定受到严重的伤害 使用这项能力的代价 就是失去寿命 秋曾经说过入职公安的人 基本上一年内不是死亡 就是逃到民间机构 过上安稳的生活 所以能在公安生存三年的秋 自然还算是一个挺强的人物 然而在他带人处事冷漠的外表之下 前辈姬野却认为秋是一个最温柔的人 其实成为恶魔猎人 同伴死亡也如同日常 所有人早就已经抛弃情绪 使自己麻木 不过秋对于刚认识的新人殉职 依旧每一次都会躲起来偷偷哭泣 这也是姬野喜欢上他的原因之一 尽管姬野不想见到秋一步步找到 强制恶魔复仇 所以他百般设法 想要秋离开公安 不过这始终法让秋真正改变想法 不久后特异斯克被责度与武士刀袭击 姬野牺牲自己 将一切给了幽灵恶魔 才因此救下了秋 自从秋成为了恶魔猎人 始终都在失去 失去后辈 失去身体 失去寿命 尽管看似默默承受一切 最终却是在姬野前辈身上 学会的抽烟而溃提 烟对于姬野来说是支撑自己 在历经无数同伴死亡中的唯一依靠 秋真正开始极度排斥抽烟 最终却也被姬野改变 香烟对于两人来说是彼此的依赖 也是唯一有关联的嗜好 自从使用诅咒恶魔之后 秋的寿命仅仅只剩下两年 一般人可能会选择离开公安 悠闲度过余生 秋却无法看着伙伴白白死亡 而自己却停下脚步 最终就与未来恶魔定下契约 世上想要使用强大恶魔的力量 代价自然也非常沉重 例如失去一半的寿命或是无感 不过未来恶魔看上了秋 尤其是那悲惨到令人发酵的结局 就奇迹般的直接免费订下了契约 仅仅只是住在秋的眼球之中 当秋再次见到仇人之一则度 这个女人当初用蛇之恶魔 吃下了姬野的幽灵恶魔 这次却从蛇的嘴里 放出当时吃下的幽灵反过来对付秋 她现在虽然能用未来恶魔的力量 看见即将发生的事 但双拳难敌四 而一二三四四十只手 就当秋将被掐到窒息即将失去意识时 想起与姬野前辈曾经的回忆 由于幽灵恶魔没有视觉 只会攻击内心害怕的人 就因此放开了这时陷入悲伤的秋 幽灵才按照姬野的遗愿给出了遗物 之后秋与电智 在T5是淡淡的复仇比赛中 我们也真正看见秋闪开笑容的时刻 她释放出累积已久的愤怒与悲伤 上一次这么开心可能就是与弟弟打雪仗 看来秋对球类运动都很有兴趣 之后有一小段剧情完全没有任何台词 看似不重要也没有太多的基点 但实则代表着秋的转变 那就是她在替姬野复仇之后 秋把烟丢进了垃圾桶 甚至往后也不再抽烟 尽管漫画没有明说是什么原因 不过我认为秋明白着香烟代表着基野 成功复仇后就应该向前看 为的就是不再让任何人在自己的眼前死去 秋的巨大转变也显露在天使恶魔身上 天使恶魔懒惰对人类丝毫没有同情心 尽管秋曾经威胁着不工作就杀了你 但是却在危机时刻伸手救了天使 也因此失去两个月的宝贵寿命 我们回头来看在公安被公认 最恨恶魔的早川秋 却始终都在拯救恶魔与魔人 这也显得他温柔善良重视生命 是最不适合成为恶魔猎人的人 随着越接近炼具恶魔的真相 在各种恶魔死斗中 身为一般人类的秋 如同随时会被踩死的蚂蚁般弱小 这一刻也就是秋 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转折 一心只想杀了枪支恶魔替家人复仇的他 却正式退出参加讨伐枪支恶魔的任务 并且说出了嘴令人难忘的台词 开始会害怕了 这个害怕指的不是自己弱小 随时会没命 而是看见电志与帕瓦 痛苦冰死的画面 担心有一天也会失去他们 秋愿意放弃替家人复仇 也不想再次见到内幕 就当他回北海道扫墓时 漫画中的一小角出现了打雪球的画面 也仿佛暗示了电志与帕瓦 早已深深进入秋的内心成为家人 看着帕瓦渐渐敢吃青菜 电志也学会做菜 虽然吐爆 以及懂得照顾帕瓦 让秋真正放下复仇的就是 害怕再次失去家人 然而未来恶魔突然剧透秋 即将发生的画面 那就是自己与帕瓦将会被炼巨人杀死 并且这是无法改变必定发生的未来 秋极尽所能拜托 能做到任何事强大的真计真 就算要与任何恶魔定下契约都行 即使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交换 秋也想让帕瓦与电志平安地活下去 他也说出内心埋藏已久的阴霾 弟弟就是因为自己才会死 在最初秋总是说着 自己喜欢真计真 但是他却连自己喜欢对方哪一点都无法描述 电志就认为真计真超可爱很香 以上也间接暗示了秋早已经被支配 就当枪之恶魔再次出现于日本的那一刻 支配恶魔真计真将死亡转移到秋身上 我们也可以在死亡名单上 看见早川秋的名字 这里作者并没有清楚交代 真计真与枪之恶魔交战的过程 不过可以从更之后的剧情 真计真与电志说的话之中 发现他刻意让秋扮演一个好哥哥 想要给电志满满的幸福后摧毁一切 这里就能够推测出 支配恶魔真计真战胜了枪之恶魔 并且将枪之恶魔的碎片植入秋的脑中 说实话假如秋被仇人枪之恶魔反杀 作为这个人物的终点 那也只算是一个可惜令人悲伤的角色 不过接下来作者给出了最悲惨虐心的剧情 让他成为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角色 那就是秋变成枪之魔人 还被真计真指派杀自己的家人电志 讽刺的是最初也就是秋对电志说明魔人的特征 人类死亡头部被恶魔占据 枪之魔人头上的手枪是AE-911 历史有久不只服役过一战二战 更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枪 手臂上则是M16和AK-47一样 是容易保养与实用而一同闻名的步枪 接着两人的战斗与打雪上的画面交错 这就是藤本树经常以萌太奇的手法表现 说实话这段剧情每个人的解读都不同 也有可能是作者单纯天马行空没有任何的意义 不过我还是来说说打雪上这段剧情的个人感受 这时秋残存的大脑意识 以为自己是在与电志打雪上 实则不断开墙狙击夺走无辜生命 这时画面带到小时候打雪上的场景 除了是暗示秋 始终想要的都是最简单的幸福 那就是与最爱之人一同玩乐 这一刻秋的人生才仿佛开始转动 在前一世中年幼的秋 说出了第二个让我难忘的台词 开始感觉每天变得好快乐 这除了是在说与电志帕瓦的生活 找回曾经失去的幸福日常 在练剧人第79话连载封面 带到了三人如同真正的家人 打雪仗的最后电志开始哭泣 使得身为哥哥的秋舍不得而停手 接着秋的亲弟弟大洋拿着手套跑了出来 也算是作者完整了秋一直以来的遗愿 在生命的终点终于能与弟弟玩船接球 也同时暗示着秋唯有死亡 才能从不断失去的地狱中解脱 至于秋最后的遗言 对了,我只是想玩船接球 其实打雪仗与船接球 一个是单方面的投掷游戏 手会动到刺骨 船接球则是不断来回 仿佛也象征着真实情感的来往 正常来说对于一个想复仇的角色 最惨就是实力不够 死在仇人的手中 但秋反而却变成 自己恨之入骨的仇人 还与自己的好友互相残杀 这个悲惨的结局 就连看透未来的恶魔 也想亲眼见证这个名场面 早川秋也是练剧人中 角色成长曲线最明显 从一个复仇者 成为只想让弟妹远离战争的人物 最后不晓得大家觉得秋 最让你印象深刻难忘的画面是什么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想看更多炼剧人的人物影片 不妨按赞订阅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啰 感谢观看